好 各位选好 我们继续来看2018年初级进行考试 咱们踩税这门课程的冲字班 好 我们来看教材的第六章 关于所得税制度 好 那这章里面呢 第一个考点 大家要关注关于企业所得税的分类 是吧 咱知道企业取走的是分成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 对吧 嗯 好 居民企业两种类型 对吗 非居民企业是不是也是两种类型 OK 好 过啊 那接下来第二个考点呢 大家要关注一下关于企业所得税的征税对象 对吧 征税对象 当然是各种各样的所得 那咱们居民企业呢 是不是全面纳税义务啊 还记得吗 应该就取得以境内加境外的所有所得 来交纳企业所得税 而非居民呢 只就境内所得交税 是吧 OK 过 好 这是我们强调一下的征税对象问题 那下面呢 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是关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 啊 税率 可以说是一个必考点 嗯 好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呢 首先我们要复习的是各种法定税率 是吧 你比如说 咱们居民企业的法定税率是25% 对吧 非居民企业的法定税率是20% 而实际是按照10%来执行的 另外咱们企业所得税有优惠税率 比如说针对于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 技术先进性服务企业 以及西部地区鼓励的产业企业 这三类是适用于15%的优惠税率 而对于符合条件的小型威力企业 是适用于20%的优惠税率 好 这个税率大家要重视 嗯 好 接下来第四个考点 关于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 好 首先关于应纳税所得 它的计算原则 大家要熟悉它 这是一个考多效选择的点 比如说有全则发生制原则 有税法优先原则 这是要记得 对吧 好 然后关于应纳税所得的计算公式 大家要熟悉 用收入总额 减掉不征税收入 免税收入各项扣住和 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 之后的金额就是应该交税的所得了 好 那关于亏损的含义 以及亏损的规定 我们要看 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学的知识 是不是说企业纳税年度 要是发生亏损的话 是准于向以后年度截转的 是要用以后年度的所得 可以来弥补的 但是有一个截转年限 最长不能超过五年的要求 还记得吗 这个点要注意一下 好 那接下来 对于淘点五 企业所得税的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 我在做讲义的时候 我把它做在一起 我也希望说大家复习的时候 把它对比着来复习 考试的时候呢 不征税和免税收入不要出现混的情况 那如果出选择题的话 要分开来 哪些是不征税的 哪些是免税的 比如说不征税收入有这么几种 比如说财政拨款 还有依法收取 并且纳入到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还有政府性基金 再加上其他不征税收入 好 这是不征税的 那对于免税收入 我们要复习的 像国债的利息收入 地方政府的债券的利息收入 再有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 股息红利的全英投资收益 还有非居民企业投资于境内企业的 我们说股息红利收入 强调第三第四 都要求是持股期限要超过12个月 另外就是关于符合条件的 非盈利组织的收入了 好 这是关于免税不征税 都有哪些要强化一下 好 那在下面呢 是考点六 关于企业所得税的 一般收入项目的确定 一般收入项目的确定 好 那对于销售货物收入 销售货物收入呢 我们是按照权责发生制 和实质重于行事原则 在同时满足四个条件的时候 确认收入的 那同时满足哪四个条件 要复习 要复习 主风险报酬转出去 没有保留管理和控制权 再有收入的金额能够好计量 以及销售方的成本能够好计量 四个条件 这四个条件要注意多想选择题 好 那针对于提供老务收入 提供老务收入 如果老务交易结果能够可靠估计 那咱们就采用完工百分笔法来确认收入 那老务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条件 同时满足要三个 一个是收入的金额可靠计量 已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再加上完工进度能够可靠确定 好 那注意条件问题方法问题 好 那接下来考点七 就是咱企业所的特殊收入项目的确认 这个特殊收入项目的确认 就希望大家能够掌握 哪些特殊项目到底是什么相关规定 比如说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我们呢是按照什么 按照备投资方做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 来确认收入实现的 找备投资方 好 对于利息收入 对于租金收入 对于特许权使用费收入 这几项是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 来确认收入的 合同约定的债务人 乘租人或者特许权使用人 应付利息租金 应付特权使用费的日期 来确认收入实现 而对于产品分成收入 就接受捐赠 这里的接受捐赠收入 和第八点产品分成收入 是按照实际收到捐赠款 和收到产品的时间来确认收入 这两个是一致的 那么如果分期收款方式销售 分期收款 是按照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 确认收入实现的 好 那对于受托加工制造大型的机器设备 传播等等 这个时间超过12个月的 咱们就按照纳税年度内完成 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 来确定收入实现 那对于转让股权的收入 转让股权要两个条件具备 一个是转让协议生效 再加上完成股权变更手续 这两个条件实现的时候 我们转让股权收入算是实现了 好 那对于占物重组 只要看占物重组合同协议生效时 就确认收入就可以了 好 这是各种情况下收入的确认 好 那接下来考点八 是关于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税前扣除的 基本原则应付多项选择题 要熟悉 要熟悉 比如说不征税的收入形成的支出 是不得扣除的 注意这里写的是不征税 没有写免税收入形成的支出 不得扣除 明白我的意思 这是容易错的一个地方 好 其他的几个原则我就不说了 大家要看 然后呢重点是在税前扣除的主要项目这 税前扣除的主要项目有哪些 尤其是有百分比的 一定要看是以谁做基础 多少百分比允许扣除 比如说你像工资薪金合理的就可扣 而从第二项补充保险开始 你就要记了是以谁做基础 多少百分比 你像补充医疗补充养老保险 都是不超过工资薪金的5%的比例范围内 像职工福利费 不超过工资薪金的14%的部分 工会经费 工资薪金的2%的部分 职工教育经费 不超过工资薪金的2.5%的部分 所以这这这这都是以工资薪金做基础的 多少百分比哪一项 要看清要记清 好那关于利息 关于利息怎么来扣除 好我们说非金融向非金融借款 那个利息不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部分 准备扣除 如果企业是购置建造固定的无限资产等等 12个月以上建造才能达到销售状态存获发生的这块 建造期间应该资本化进入赞成本 按税法规定扣除 这都是关于利息的描述 那再有像业务招待费 广告费业务宣传费 这两个都跟什么有关 跟当年的营业收入或销售收入金额有关 像业务招待费要计算的时候 要算两个数字 一个是实际发生额的60% 一个要算呢 限额就是我们说销售收入 当年销售收入或者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五 那如果实际发生的60%是大于这个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五的 那只能按营业收入千分之五扣除 如果小于小于就按照实际发生的60%扣除就行了 不要注意的呗 那你像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就要和当年的销售收入的15%做限额挂钩吗 差五部分以后年度结转 那你像环境保护生态恢复这方面的专项基金 百分之百可以扣除 对吧 像公益性捐赠也要注意 它的基数呢 是当年的利润总额的百分之十二的部分准备扣除 超过部分不允许扣了 对吧 再有像人身意外保险应公出差的意外保险就可以扣除 那么今年加了一个党组织工作经费 党组织工作经费 不超过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一的比例 允许趋势扣除百分之一 好 那我回来 跟工资薪金挂钩的 有几个呢 补充保险 职工福利费 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 今年再加了一个党组织工作经费 这五项是跟工资薪金挂钩按比例允许扣除的 要记忆 那么在案例期当中用得着 好 那再有就是禁止税前扣除的项目 哪些禁止税前扣除也是越熟悉越好 那你想如果这些禁止税前扣除的项目发生了 那你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就要做调整 就要做调整 好 第一个是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 全一线投资收益款项 禁止税前扣除 第二企业所得税的税款禁止税前扣除 第三税收支纳金 第四罚款罚金被发摩财务损失 再有第五非公益性捐赠 看清楚 我们公益性捐赠 利润总的12%部分让扣 超过12%不让扣 非公益性捐赠不允许扣除 赞助支出不允许扣除 未经核定的准备金之处禁止扣除 对吧 不征税收入的支出 形成的费用禁止扣除 跟收入无关的禁止扣除 所以这九项禁止税前扣除的项目 大家要熟悉 好那下面考点九就是关于资产的税务处理 关于资产的税务处理 关于固定资产呢 我觉得大家要熟悉哪些呢 首先就是折旧问题 对吧 我们税法当中是直线法计题的折旧是准备扣除的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折旧是按照什么周期计题的 是投入使用的 次月起开始计算折旧扣扣除 对吧 再有我们税法当中明确规定了 相关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问题 年限要看 比如说房屋建筑物20年 对吧 飞机火车轮船 机器设备生产设备10年 生产有关的 其他的工具器具加剧5年 飞机火车轮船之外的 预设工具4年 电子设备3年 这个固定的折旧年限要看 另外就这 不允许算折旧扣除的固定资产有哪些 像房屋建筑之外 没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 不得集体折旧扣除之外 提足折旧继续使用的不允许 经营无关的不允许 单独入账的土地不允许 再有就是融资租入方式 租出和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 是不得集体折旧扣除的 这是要重视的 可以拿来出选择题的 然后像生产性生物资产 就知道说 直线法提折旧 对不对 然后林木类 扣除类到底是几年就够了 然后无形资产的呢 也是直线法摊销 然后摊销年限是不得定于10年的 外购的商业 而只有在整体转让或者清算的时候 才准于扣除就够了 然后无形资产 不得计算贪销费用扣除的无形资 有哪些 熟悉一下 像自行开发的支出 已经在孙英纳士所得的扣除的无形资 不允扣了 自创的商与不允许 经营无关的不允许 还有其他类 对吧 这是不得计算贪销费用扣除的无形资产 至于其他资产 了解解课 好 接下来考点是 关于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等于应纳税所得额 承税率减减免税额 减抵免税额 那我们这里主要看看抵免的问题 抵免 我们说这个抵免方法 有直接抵免 和建议抵免的问题 那么算抵免 用抵免方法来考虑问题 那必须算抵免限额 对吧 然后它的适用范围 对吧 它的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这一块 我们看一下 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应税所得 以及非居民在中国境内设计机构场所 取得发生在中国境外 但和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应税所得 适用于抵免法来进行计算 那么抵免限额呢 是把来于境外的所得 按照规定计算一大税额做抵免限额 也就是境外的所得乘以境内的税率 这就是抵免限额 好 下面有变化的 是企业可以选择按分国 或者分地区 不分项 或者不分国 不分地区 不分项 这样的方式来计算抵免限额 五年之内不得变更 总之这两种方法 不管是哪一种都是不分项的 可以分国分地区 或者不分国分地 不分国地区 但是不分项 对不对 不分项目 嗯 来走 所以两大类计算抵免限额的方法 来掌握 间接抵免的话呢 就看一下具体内容就行了 啊 是 就是我们居民企业从 直接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 来源境外的股息红利 这样的权益性投资收益 对吧 它在境外实际缴的税款当中 属于这项所得负担的部分 咱们可以做啊 避免的内容 做避免扣除 做了解就行了 好 那考点十一 关于企业所得的税收优惠 那注意一下 哪些是免税项目 比如说像农业里的免税项目有哪些 然后农业里的减半征收项目有哪些 尤其是强调减半征收的 像花卉茶饮料香料作物减半征收 像海水养殖内陆养殖减半征收 所以要进行对比能排除就行了 这是农业里的免税项目 然后像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 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是三年三减半 这可以一起记公共基础设施 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三年三减半 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 是从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 关注一下他 然后再有呢就是居民企业一个纳税年度内技术转让所得 关于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五百万的是免税的 超过五百万的部分减半征收 超过减半征收要关注 对吧 然后呢再有免税项目呢 就是香港企业通过护港通和深港通 投资于境内的A股取得的差价是免税的 嗯好 另外强调一下这个 就是企业投资者持有16到18年发行的铁路债券 取得的这个利息收入不是免税而是减半征收 注意一下这是减半征收的情况 啊好强调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家计扣除 家计扣除呢我们是有两类家计扣除 一类呢是关于企业为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而发生的 研究开发费用 没有形成无形资产的走损益的50%加级扣除 形成无形资产的也是允许按照成本的150%进行探销的 所以三新的问题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安置残疾人就业 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的100%允许加级扣除 所以两类的家计扣除要注意 但是除了掌握这两类的家计扣除之外 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有些行业的企业 是不适用于税前家计扣除政策的 哪些不适用 如果考到了这儿了 你应该能够准确记忆 哪些不适用家计扣除呢 像烟草制造业 像住宿餐饮业 批发零售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娱乐业 还有其他 所以这几类不是用家计扣除政策的 行业企业的属性 然后呢就是创投企业的投资抵免 创投企业的投资抵免 你就注意一下 满两年的按照投资的70% 允许扣除不足底的 像以后抵减就行了 两年70% OK这两点就够了 然后就是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问题 加速折旧问题 加速折旧问题呢 有一个点需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提到的 对于生物制药 专用设备制造 铁路航空船舶制造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 一期一表制造 还有运输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服务等等 这六大类行业企业 14年1月1号之后 新购物的固定资产 可以采取缩短年限或加速折旧法 集体折旧了六大类 这是一个问题 好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再有呢就注意一下 所有行业企业 所有行业企业 2014年1月1号以后 新购进的 专门用于研发的设备 一切 单价不超过100万的 允许一次性控除 超过100万的 允许缩短年限或加速折旧方法 则集体折旧 再有就是所有行业企业 从14年1月1号起 购入的单价不超过5000的固定资产 一次性记录当期成本费用扣除 不分 不再分年度了 那这都是要强化一下的 另外呢就是 缩短年限 最低折旧年限 是不得低于释议法规定的 最低折旧年限的60%的 加速折旧方法 是指双败余额地减法 或者年数总合法的 那这也是注意出 多项选择题的地方 就哪几种加速折旧方法 好 这是围绕着加速折旧 大家掌握的 然后减计收入 减计收入呢 就注意是综合利用资源 取得的收入 减计90% 再有就是专用设备的投资理念 注意是专用设备 哪类 是三类 环境保护 节能节水 安全生产 专用设备 然后投资额的10% 是当年 从当年的纳税所得中 抵免的 物足部分 以后五个年度 纳税结准抵免 好 考点12 接下来我们看考点12 就是企业所得税的 征收管理 征收管理 首先纳税地点 居民企业 就找它的登记注册地 如果登记出色 在境外 那么就找实际管理机构 所在地 那非居民呢 非居民 境内有机构场所 就找机构场所 有多个机构场所 就找它的主要机构场所 没有机构场所 就找扣缴 义务人所在地 好了 这是关于纳税地点的问题 那么再有就是 汇算清缴 汇算清缴 要知道时间 我们企业 每年应该自 年度终了之日期的 五个月内 完成汇算清缴工作 如果中间 终止经营活动的 应该自实际 经营终止 之日期的六十日内 来办理汇算清缴 好 这个汇算清缴 时间要过 好 那接下来 考点13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 咱们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 按照居住 时间和住所 这么两个标准 分成居民和非居民 对不对 那啥呢 是居民了 还记得 有住所就是居民 或没住所 但是在中国居住满一年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就是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 考点14 咱们个人所得税 这个税种里面 涉及到比例税率 和累进税率 而且是累进税率当中的超额 累进税率 对不对 嗯 好 过 好 那接下来考点15 关于个人所得税的 寄税依据 先看硬纳税所得 硬纳税所得 如果是工资 薪金所得的话 我们是以 在每个月份的收入 扣减掉固定的成本费用之后 余额作为纳税所得 比如说境内任职的 我每月工资减3500 余额纳税 但是有四种人员 是每个月工资额 减除4800的标准 那哪四类人 哪四类人 那就是在中国境内工作的 外籍专家 外籍人士 和中国居民 但是在境外工作 取得工作薪金的 再有财政部规定的其他人员 一共四类 好 还有一个点就是 如果我在中国境内 有两处以上 拿到工资薪金的 要合并计算 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税 够了 合并计算 好 那第二 就是关于个体工商户的 生产经营所得 那它和刚才的 工资薪金所得一样 也是适用于 超额累计税率形式 嗯 它是以 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 扣减掉成本费用 税金损失其他支出 还有允许弥补的 亏损 以前的亏损之后 作为一纳税所得额 那业主 每个月能扣的生计费 是3500块钱 它是以年做周期的 那刚才的工资薪金是以月做周期的 那再下面就是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 个人投资者 生产经营所得 也是适用于 年度收入扣减掉成本费用 损失余额 作为全年的所得 啊 全年的所得 好 那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进所得 是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减必要的费用 必要的费用每月3500 啊 作为一纳税所得 好 所以你看一下 它是以年度做周期的 每月扣3500 那一年扣多少 啊 四万两千块钱 这是你得知道的啊 就是一年的收入扣掉四万两千的费用 这个余额 就是对企事业承包 对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 经营所得的 一纳税所得的 啊 然后乘以 考虑累计税率 计算出来一纳税额了 那对于劳务报酬 搞酬 特选使用费 财产租资 这四类是按次激增 啊 每次的收入 如果不超过4000的话 那么固定减800余额纳税 作为一纳税所得额 如果每次超过4000的话 啊 减的是20%的费用 余额做一纳税所得交税 好 那财产转让所得 转让所得呢 是每次收入 减掉原值和合理费用 作为一纳税所得额 按次激增 然后像利息 股息 红利所得 偶然所得 其他所得 是不允许做任何 扣除 每次收入额 就是一纳税所得额 好 接下来再看看 公益性捐赠扣除 公益性捐赠扣除 首先 大家要分清楚的 就是个人 捐给什么样的项目 是允许30%扣 还是100%扣 对吧 那个人 所得 通过境内的社团 国家机关 给谁捐赠 给什么 像给教育 公益事业 严重自然灾害地区 贫困地区 给这四类 是30%扣的 而 个人通过 非盈利涉图案 国家机关 像红十字事业 农村 义务教育 然后福利性 非盈利性 养老机构 还有公益性 青少年活动场所 这个捐赠 这四类是允许 全额扣除的 一定要分清楚 啥情况是全额扣 啥情况是30%扣 至少注意的 好 再下面考点16 就是个人所得税的 优惠政策了 比如免税的情况 有哪些 免税的情况 你将买国债的 国家发现金融债券 利息都是免税的 地方政府债券利息 免税 国家统一规定 发的今天补贴免税 福利费 辅薪金就已经免税 保险赔款 均匀的转业费 这个付员费 省以上的奖金 这都是免税的 对吧 还有我们的退休金 对吧 上市公司 转让股票所得 内地的通过 护港通 深港通 投资于香港联交所 取得股票差价免税 同样香港个人 护港通 深港通 投资于在内陆的 A股的转让差价免税 这是免税 再有驻华市领馆 国际公园 这是常规市场 所以免税的情况 大家熟悉 越熟悉越好 然后注意一下 减征的情况 减征的情况 对于个人 从公开发行 转让的市场 取得上市公司股票 以及从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的股票 买这两类的股票 那么看一下 你的持股期限 分三档 持股期限 小于一个月 就一个月以内的 全额计 大一个月 小于一年的 减按50% 进入应纳税收得额 那么超过一年的 减按25% 进入应纳税收得额 这是要注意的 分三的 然后最后交多少税 那么统一 成一20%交税 对不对 好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 就是个人购买 铁路债券的利息收入 也是减按50% 计税的 这是也要强调的 再有经批准 可以减证的情况 三种情况 看看就行了 比如严重自然灾害 就属于经批准减证的 够了 好 那么考点17 就是个人所得税的 征收管理 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 比如说 自行申报的情形 哪些情况下 要自行申报 必须掌握 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 两处以上 境内有工资薪金的 境外有所得的 取得应纳税所得 没有扣脚义务人的 再加上其他 而这是必须要记住 自行申报的情况 对吧 然后申报期限 比如说 年所得12万以上的 就应该在年度 中了后的三个月内 进行申报 你比如说 像我们刚才 在境外有所得的 这种情况 对吧 境外有所得的 那你是不是就应该掌握 什么时候 要进行申报呀 这都是要注意一下 时间问题的 对吧 还有呢 就是关于带扣带脚 带扣带脚 了解即可 好 这是关于起 个人所得罪的申报问题 那到这儿 我们把这账的 基本要点 给大家带一遍 好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